你们听明白了吗 其实啊 我们早就怀疑那表哥了 这个人呢 这伪装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你表哥问过我们家盈库的事吗 问过一句 音秀 你跟我说实话 他真是那表哥 是我哥 但是你这个表哥 看上去可真不像是农民啊 昨天宴也我看他在院子里出口 而且他这双手也不是农民的手 况且他说走就走 也不问问你回不回西安 这人之常情都说不过去 老爷 少爷确实说得没错 但是老爷您得答应我 绝不伤害水西安 我才能把所有的一切告诉您 音秀啊 你看你自打到我们家来以后 我一直把你当成秦桧 你放心 我答应你 老爷 老爷 这水西安确实是我哥 但不是表的 是干的 他呢 也确实不是农民 爸 怎么样 先别说话 让他说 对了 郭静雄家银库的锁 怎么砸开他呀 不喜就用枪打吧 扯淡 用枪打 你开箱就会把家丁招来 你以为他们家丁吃干烂的 顺院院长 家丁身上也许钥匙吧 不可能 家丁身上没有钥匙 你这样 小薇 你现在到机制上 买把大的锤子 到时候咱们垫着衣服咋 生意会小一些 去吧 我们在这儿等你 好嘞 原来如此 他是你干爸水天年的儿子 也就是说 是你的干哥 对 你相信他不在打仗了吗 说实话 我不信 爸 我敢断言 既然水席案是北伐军 现在北洋军阀 跟本伐军打得正不可开交 而在这个时候 一个军人来到我们家 这绝非是偶然 但我相信他在街上 遇见云秀这是偶然的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到我们家来侦察一下 他侦察什么呢 现如今北洋军阀跟北伐军 打得正不可开交 他们缺的是什么呀 银子 他这次来就是想打劫咱们家的银库 好啊 叫他们来 我好好招待他 不是你啥意思 你是要叫谁来 你是要叫谁来 你干哥呀 老爷 您是答应我的 不伤害水席案的 我才告诉您这一切的 您听听这个少爷这话里有话 林秀 既然我爸答应你了 不伤害水席案 那我绝对不会伤害他 你保证你不伤害他 我保证 你拿啥保证 我的人品 还有我们国家的信用 清 太清 那你说拿啥保证 要是我的话我一人头 好啊 好啊 我爸 叫他们来 我好好招待他们 郭剑 咱们可答应过云秀 不伤害他干哥的 这时候我可顾不了那么多 不是 你说你顾不了他 爸 您别忘了 他干哥水席案来干吗的 抢咱们家银库啊 那是咱家几代人的心血 那是咱家几代人的心血 云秀 你就放心吧 戴得这么乖 跟着我肯定不哭不闹的 刚吃过奶了 一会儿该酿了啊 我带过娃啊 不会让你儿子脚裤子的 那我走了啊 你什么着急的事啊 非现在去不行 先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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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可 赶紧 赶紧 快完成 薅了 写了吧 苦了 基级 是 我都安排好了 您就放心吧 你呀 别看你没看过孙子兵法 但是你这招和孙子兵法暗和 我这招啊 保证咱们家不商议兵议足 你看我没看走眼吧 云秀是个好女人吧 那也是咱逼着她看她说的 那你说是她自己找什么来的呢 还是咱们找她的呢 那就算她她自己来的吧 你看那当初你是怎么说的 只要她自己找上门来的 不管是她结过婚还是生过孩子 爸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这事呢 不是你得说话算数啊 那等我把她干戈水西安这事 解决了再说 我跟你说 正因为咱们对云秀好 以兴唤心 云秀才把她干戈的事告诉咱们 其实啊她心里挺纠结的 她纠结不纠结我管不着 现在我得防着她干戈这事 晚上如果枪响了 您别出来啊 行了 你别嘱咐我 我静的风雨比你多 您就在屋里待着嘛 别出来 我走了 走 村里面说得没错 昨天晚上 我家是坐了几个农年大伯的男人 可是他们一大的就走了 那他没说他去哪儿啊 没有 我只知道他们是在小米的 生意人嘛 走南窗北 有山西考研吧 对 是的 行 那谢谢叔了 不用谢不用谢 回回回 那你慢走 好的 驾 驾 来 沈医长 老孙会不会弄到马车呀 老孙办事我放心 沈医长 你说这新国的 要那么多银子 他干啥呀 挣钱哪有够啊 就都是老鼠给猫崽来的 你们都给我记着啊 能不杀人的时候 尽量不要开枪 咱们毕竟抢的是国家的血汗钱 有钱人也不容易 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肠定还得被别人惦记着 顺医长 云秀不是说 国家有二十多个家定吗 那开银库的只有一个家定 所以 你们谁都不许给我弄出半点想通 懂吗 我这一揣子下去 他就上喜天了 你吓死我了 我刚跟你说完 能不杀人就不要杀人 去 盯着去 老爷 老爷 没睡呢 没睡 这正哄着呢 这娃儿越长越好看 呀 男娃好看没用 关键是要长大有本事 老爷 您有事 谢谢你啊 能把你表哥的真实身子告诉我 老爷 那咱说话也得算数啊 算数啊 你的意思 不是就说别伤害你表哥吗 老爷 老爷 水蝎那人真不错 而且在水城巷那会儿 人家可帮着我了 要不然他爸怎么能收我干闺女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啊 就是把这表哥 真的去呛颜库 没事 您放心 有我呢 你能组织得了他 他是我哥 他得听我的 他要是不听你的 你可就回不了西安了 哪里的黄土不能埋人哪 再说他就是问了一句殷库的事 也不见得真的动手 其实我们山西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是啊 这人人都说自个儿家乡好吗 对 要不才有这句 故土难离这句话吗 对对对对 对 行了 我走了 晚上记着我关上窗户 别让孩子招了风 我知道 您也早点歇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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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谁啊 你说你个站岗的 你咋还打瞌睡呢 你还想要不要饭碗了 明秀 秀姐 我下午多喝了几口酒 妈呀 这银库这站岗的还敢喝酒 我一定得跟郭老爷说 这以后银库站岗的 一律不如喝酒 别客气 千万别告诉郭老爷 我喝酒了 那你站直了 眼睛睁大了 眼睛睁大了 打起精神 别睡了啊 是 千万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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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医长 这都后半夜了 咋还不见老孙的引子呀 这不来了吗 陈医长 嗯 马铁弄来了 老孙的 你别进去了 等着搬银子吧 陈医长 我给你们一块进去吧 多一个人多一副力量 这搬的可是银子了 小魏 看看 还是老孙聪明吧 这不仅用棉被裹了马车轮子 连这马蹄都抱上了 嗯 高 走吧 走 走 就这儿了 你们就给我记着啊 不到万不得已 不许开枪 是 我先来 都跟上 走 我更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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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撤 给我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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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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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里的枪给我交了 我保你一条命 要不然 我可用手里的手榴弹招呼你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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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 余秀 你来队长 杰哥 你还好着吗 余秀 你快走 你快走 我接 我求求你 别开枪好吗 八 九 余秀 回来 余秀 余秀 你没事吧 你们要炸 我也炸 把他给我拉过来 揭开 文具 余秀 你要干啥 郭杰 是我出卖我干戈的 你答应过我保证他的人生安全 你咋说话不算数呢 他们是贼 他还抢我们家淫故 这可是我们家几代人的心血 我能饶过他们 这不人也被你打伤了 这不也没掏出一两银子吗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郭杰 云秀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是在谁家 我就是在皇帝老儿家 那皇帝是我爱给孙叔啊 再问你一遍 你让不让 我不让 把枪放下 妈 把枪放下 把枪都放下 云秀 叔 你知道不 他是来抢我们家银子的 我知道呀 我知道才告诉你们的 就是不想让你们伤害他呀 云秀 听话 把那手链弹放下 放下啊 叔 我放下可以 可是你们得保证 我西安哥的人生安全呀 不 咱可不能由着他 行了 云秀 我不想让他对你督促 听叔的话 把手链弹放下 好吗 叔 您对我恩肿如山 可是我不能看着我干哥死啊 您想想看 这我干哥要真是死在我手里了 我还有啥脸回水折相 不是你干哥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叔 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呢 他虽然是我干爸的儿子 可是他一直都喜欢我 自打我结婚之后 他一直担心我过得好不好 这一次 在急事上遇见了 我把我所有的经理都告诉了他 你知道他说啥 他要娶我 他要娶你 他不嫌弃我是个结果婚的人 不嫌弃我有娃 叔 想这么好的男人 要把他炸死了 我可咋活呀 爸 别听着在那儿瞎说 国金 你真要炸死他们吗 绝不手软 放了你干哥等于放骨归神 好 郭杰 你连我一块炸死吧 既然是火出卖我干哥 他到阴曹地府 他也不会放过我的 与其这样 我就跟他一块去死 叔 在离死之前 我有个事求您 等我死了之后 麻烦您 托人把丹丹给我送回水车下 告诉我的干爸水天年 丹丹是我允秀的儿子 叔 林丹丹安大德 我只有蓝丝放了 哥 哥 别碰我 反正 我都陪你一块儿死 你恨就恨吧 准备 住手 爸 爸 郭杰啊 爹饶人 主妾饶人呐 不是 你是个人主妾的伟爷 就杨阳 他也是左右为难嘛 再说 咱们家银子一两也没丢啊 没少一两银子你干什么呢 放他们走吧 好吗 放他们 好吗 来 好吗 郭杰啊 你别忘了 他还救过你女儿的命呢 咱们不能杀了救命恩人哪 让他们走 好吗 爸求你了行吗 儿啊 我求救你了行吗 放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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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走 叔 我谢你了 走吧 走 憲哥 走 我扶你 别叫我哥 从今往后 咱俩一刀两断 谁也不认识什么 行 别说一刀两断 一刀八断都行 咱现在先保命行吗 走 别废话了 走 快走 快走 老孙 跟马市长说 我不可能再跟大部队一起被罚了 随着 啥话都不说了 弄得清楚 郭杰 你是不是恨我呢 没什么恨不恨的 其实 我刚哥真没想伤害你们家任何人的 你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这世事无常 你现在不想见我 说不定哪天我还碰见您呢 咱不是一路人 咱俩 那我这就回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 俞舅 不管咋说 你救了杏花一命 你是我家的救命人 不说这个 以后有时间 到我那水车下去转转 我会像亲子妹一样招呼你的 我会像亲子妹一样招呼你的 杏花 干妈要回西安了 回头干妈再带弟弟 来看你好不好 心疼 送客 行了 走了 都保证我英雄 走 林笑啊 这把大车就送你们了 你顺着这条大道啊 往前走 走四十里地 有个叫十六沟的 那村子里呢 有个专制外商的老先生 你让他呢 给你表哥坑啊 袁兄啊 这是老爷 给你们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 郭老板 对不起 我不是土匪 我也并不想伤害你们 只是部队三个月没法军饷了 粮食和弹药非常的缺 部队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 行了 不说这些 不说了 叔 云秀 感激您这一年多 对云秀的照顾 您的大恩大德 云秀有生不忘 是 是我对不住您 我给您抖了这么大的篓子 云秀 起来 云秀 我也舍不得你走 你说你在我这儿待了一年多了 你知道你给我带来多少块块 书儿 我得多活十年 高兴是用钱买不来的 我得谢谢你 书儿 我会想你 我会想你的 行 想我就回来看看我 不 那我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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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帮我 我趕 Nuevo 走 好好好 好好好 她− 憲哥疼吧 肯定疼枪伤啊 毕竟是 等一点啊 憲哥 等到了石榴沟 我给你找个支枪伤的先生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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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河市长 前方实力有一大村庄 叫做石榴沟 是个挺富有的村子 周边情况怎么样 邦河市长 周围五十里 没有发现北阀间的部队 好啊 那咱们就在这石榴沟 修正几天 对 大家注意 快 慢点 弄着伤口了是吧 你恨我是吧 知道 你恨我 不就是因为我出卖你们 别用像狼一样的眼神盯着我行吗 这正规军被郭家的家庭给打败了 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啥耻辱 那偷盗成功了 那就光荣了 我是军人 军人应该打仗 你这偷盗算啥回事呢 那是部队的需要 战争都需要银子 人家国家对我确实不错 你说我知道这事 我要是不跟人家说的话 那不合适 我不能欺骗人家呀 你不欺骗人家 可你欺骗了我 你还欺骗我呢 我从来没有欺骗我 你咋没欺骗我 你咋没告诉我 你要偷人家国家的银库呢 可是我跟你说了 晚上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能出来 那是因为我自己聪明 我猜出来的 哥我跟你说 即便我不出卖你 不不不不不 不叫出卖呢 咱叫出卖呢 人家国家早就怀疑你了 你说你啊 在国家就待了一天 我是你表妹 我以后的去向打算 你一句都没问 那是表哥做的吗 太不会伪装了 腰杆挺得笔直 脸上溜光 手上连个剪子都没有 你晚上还漱口 我要是偷 指定不会像你那么傻 而且指定能成功 我跟人说了 我说千万呀 别伤我哥 不 人家国家也答应了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啊 我跑到集市上去找你 跑到马达庄去找你 行行行行 我不想听你解释 走吧走吧 下 下 事故就安这儿吧 把他们轰走 是 是 本师长爱民如子 部队就驻扎几天 几天之后 我们就开拔 到时候 会有银子分给大家 不听话的再收拾他们 是 是 是 你累不累 要不然停会车 歇会儿 你渴不 饿不 死了 云云 水仙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掉下脸子呢 你要是恨我的话 我立马回郭家 我叫人把你送回水车巷 我不懂你们什么军人的荣辱 要不是我的话 你早就被炸死了 不但不感激我 还说我出卖你们 你看你那个样子 你像个军人 像个男人 像个干哥嘛 廖春风杀了我父亲 我都原谅他了 那是因为你爱他 你不爱我吗 你不爱我 我是你干妹子吗 有这么对干妹子的吗 即便我错了 你也应该原谅我了 这一路上 要么生了哑巴一样 要么像狼一样盯着我 你要真不想让这个妹子了 我可以滚 你真是太折磨人了 我心里憋得慌 我还憋得慌呢 我爸死了 廖春风也死了 廖群人还有 炎儿黑丁都死了 现在生了个啥 就生了一个 连他发都没见过的蛋蛋 行了 玉秀 你也别这样 好吧 我原谅你 不是你原谅我 是要感激我 行 行 我感激你 行吧 你要想感激我的话 你给我笑一看 我疼得我笑不出来 你咧一下嘴行不行 你不是 你不是强上所难吗 你要是不笑的话 那就心不成 行 咋了 你这笑比哭还大 你看 从笑一个 行了 爸 这还笑一样 原谅你了 躺好了 走 驾 咱们部队啊 就住几天 这个 房费啊 房钱不要 房钱不要 住 随便住 那就太感谢了 对了 咱们这村里头 养鸡养羊的人多吗 谁家都养几只鸡呢 带养羊的有十几家吧 不不不 那太好了 那参谋长 走了 派几个人跟着孟老汉去买几只羊回来 怎么给他抹上孜然 抹上辣子 刷上油那么易烤 这晚上不醉不归啊 听着就好吃 市长 包你满意 赶紧去 你们俩跟我走 去 快点回来啊 又咋了这是 是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该吃饭啦 就知道吃 要早真沉呢 啥宝贝啊 是 铁饭 你欲西去 老夫本想挽留 无奈得送兄返傻 老夫无语 铁饭 郭家与你相处一年有余 你给郭家带来金山银山买不到的快乐 我知你已身无分文 这十块金砖送你略表心意 倘若你无意再留西安水车巷 郭家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郭进雄 看来郭家对你不错呀 你还想再回去吗 我要想再回去的话 我还赶着车往水车巷赶呀 不过以后有时间 一定要抽空去看看他老人家 哥 你说我咋一下就变成有钱人了 这么多钱咋花呀 你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哈 有福之人不用忙 我就是那有福之人 我可提醒你啊 严格地说你这点金砖 我这条腿换了 那呀应该再打一条腿 说啥呢 对了 你说郭家这么多银子 这一晚上会运哪里去啊 那人肯定运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啊 咋还惦记呢 真还惦记啊 想想不许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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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